第一局是14比20落后的一个情况下 然后当时有一点续追分的一个情况 但是这会儿很可惜 会没有打成任何逆转 这个阶段你是什么样的一个感想 我觉得到了他们对方到了局点之后 我们两个可能在心态上 可能就是以拼每一分的想法去这么打 然后呢做好每一个环节吧 所以到连追三分之后呢 还是两个人在关键分上处理的还是不够好吧 中间那一段打得不够好 然后第二局的话 其实这是一个一开始领先 然后落后的这个情况 第二局的话你们是怎么样的解决的 我觉得第二局其实前面开局做的都比较好 然后后面也是一个领先的优势吧 然后还是没把握住优势 但是心态上面可能还是会有点急 所以后面的话没有做好 比较可惜 好 谢谢 谢谢大家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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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大家